請各位幫我開啟範例檔案裡面 有一道題叫151 截取瓜糊中自串的練習題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針對這個練習題做我需要的三個工作表 那其實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要用什麼樣的函數 可以得到我要的結果 所以 待會也許你可以自己先把這個三個工作表先做出來 第一個是函數 按Ctrl鍵 然後拖拉左鍵 左鍵放開 這個叫去集 另外的話就是VBA 這個是VBA 也就是說 我希望這一道題的結果 可以有三種做法 那分別當然後面的效率越高 那首先的話第一個 請各位把那個檔案打開 那第二個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A欄跟B欄 那B欄這邊其實已經有公式了 這個公式已經做好 所以請各位把B2一直到B10這個範圍 這個公式delete掉 那delete掉 其實原來這個公式是給各位參考的 其實主要我們會用到三個函數 解決這個地方的問題 那我先把它delete掉 首先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A欄的部分 有的有刮虎 有的沒刮虎 那主要這一道題 顧名思義 擷取刮虎 意思是說 把刮虎裡面的字串 這個文字 放到儲存格 B欄裡面 OK 那當然如果有刮虎就抓 但如果沒有刮虎就保持空白 OK 所以這裡面的話 可能會有兩種情況 一個是沒有刮虎 沒有刮虎就用空的 那如果有刮虎的話 那就是把刮虎裡面的資料 幫我抓過來 OK 所以當然喔 你可以做邏輯判斷 那你可以選什麼邏輯判斷 還有呢 那我怎麼知道有刮虎 當然啦 第一個啦 我們先針對有刮虎的部分 去找到他的刮虎 那他怎麼剛剛好 切到刮虎裡面的資料 而且刮虎還有頭跟尾 那如果我要中間的資料的話 要怎麼取 所以這裡的話 給各位提示 基本上喔 會用到三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啊 就是尋找函數 尋找前刮虎跟後刮虎 到底在第幾個字的位置 那如果說我已經知道 第幾個字的位置之後的話 第二個函數的話 那我可以用什麼 也用密的函數 切割函數 那我可以怎麼樣 切割他第幾個字 所以我們拿來做給各位看一下 我把它放大一下 OK 然後 第一個啦 我想知道前刮虎的位置 所以 插入函數裡面 那一樣我用什麼 文字函數 哪一個函數呢 也用5函數 那當然啦 其實除了5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什麼 它有一個search 其實喔 它的這兩個函數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有沒有區分大小寫 所以如果我要找的是 所謂的中文的話 或者是符號 那其實沒差啦 OK 5的好處是它相對比較好找 而且比較親民 所以我們用5函數 那5的話呢 基本上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要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的話 叫做Find Tax 第二個參數叫做VisIn 那應該顧名思義啦 他應該可以在Find應該是 找什麼 找錢瓜虎 有沒有 那VisIn的話呢 在哪裡 VisIn的話在這裡 A3 那你可以看到 要找錢瓜虎 VisIn就是這個儲存格 它會跟你講說 我幫你找到了 在第三個字 也意思是說 前瓜虎在第三個字 OK 那公民思義啦 如果我想要找後瓜虎的話 那其實直接把這個符號 改成後瓜虎 那不就找到了嗎 OK 所以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就找到前瓜虎的位置 那如果我要把瓜虎裡面的資料取出來的話 那我可以把φ函數減下來 不報案等號 好 再利用什麼呢 文字類裡面的MID MID一樣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的字在哪裡 你的資料的test 文字在這裡 A3 那從哪個字開始 我從剛剛的公示貼上 第三個字開始 不對啊 那第三個字包含錢瓜 我再加1 下一個字 好 那意思就是說 我要抓應該是抓第四個字才對 不是第三個字 那幾個字啊 那應該是 把後瓜虎的位置 減掉前瓜虎位置 再減掉一個字 因為前瓜虎位置的下一個嘛 所以再多一個 所以呢 後瓜虎的位置 就是把剛剛公示貼上 然後把這個瓜虎 把它改成後瓜虎 那找到9 然後呢 減掉什麼呢 前瓜虎位置 所以剛剛那個公示再貼一次 那這個就是前瓜虎位置 那會多一個字嘛 因為我基本上是找 瓜虎的下一個字 所以又多一個字 所以把多的那個字減掉 減掉 減1 好 那就第三屆冠軍 按確定 再來的話 呢 向下填滿 剛剛也可以向上填滿 不過你會發現 對啊 為什麼有出現這個什麼呢 緊開頭的 後面加一個Value 其實緊開頭的 在Excel就是錯誤啦 什麼樣的錯誤呢 Value錯 為什麼Value錯誤呢 因為呢 你不是要叫我幫你找前瓜虎 可是這裡面根本沒有前瓜虎 也沒有後瓜虎 所以呢 你給我的資料有沒有問題啊 所以他會給你提 你資料有問題 所以假設 以後如果出現這個錯誤訊息 那怎麼辦 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你用if去做判斷 如果 他 fine的結果有錯誤的話 可是問題是 如果你用if來判斷的話 那你可能還要再多if 裡面 再用 叫什麼 isale 可能要兩個函數 所以 在Excel裡面 有一個函數 叫什麼函數呢 插入函數 邏輯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函數叫 ifale 那ifale 實際上就是 if 加上另外一個叫 isale isale 好像是在哪裏 我看一下 isale 應該是在 在其他地方 在其他地方 算 所以如果比較簡單的話 我們直接用if are 這個函數 我們直接按確定之後 那怎麼判斷有沒有錯誤 你把這個儲存格資料給他 他會幫你判斷出 如果有錯誤的話 要做什麼處置 如果有發生錯誤的話 你要做什麼處置 那 你幫我把它清掉 那清掉我剛剛講過 就兩個雙以後 這樣就OK了 如果有錯誤 就幫我清掉 按確定 你會往下填滿 有沒有發現 錯誤就不發生了 那如果把它結合在一起 就像這樣 儲標放在上面 把公式剪下來 然後呢 再插入什麼呢 ifale函數 把剛剛的公式貼到value上面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就給兩個雙以後 那反之 如果沒有錯誤的話 那還是照他原來的 輸出結果 就OK了 按確定 下下填滿 放開 這樣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公式裡面的話 我們總共用了三個函數 一個是fine 再利用mid 再利用ifale OK 這可以得到最後的結果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做完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再來看函數 再來就vba 其實也有點像是 複習那個 上個禮拜 的這個 動作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另外的話 如果你要找到參考的話 一樣在雲端白板上面 你可以看到 雲端白板裡面 的第一個單元 找到151 截取瓜糊內置串 打開之後 剛剛的公式在哪裡 在這裡 完整公式 在這一串 請各位先試試看 好嗎 對 好嗎 谢谢观看